過去用來主要裝飾佛像的七線雕 現在也被應用在其他地方 彰化縣有一位裝佛大師柯景忠 他突發奇想把七線雕的技術應用在聚寶盆上 雕匯出具有吉祥意義的圖騰 為聚寶盆增添幾分藝術質感 彰化縣補新香裝佛大師柯景忠 將過去用來裝飾神佛像的七線雕用在聚寶盆上 雕出精緻的龍鳳城香金蛇祈福 使聚寶盆更具藝術價值 壓力三塊木的話在內陸是很流行的 是很多大陸客來 陸客來台灣都有馬 那不如再把它加點特有的工藝再上去的話 可能會讓人家覺得更精緻 更有台灣的味道 這也是台灣也是算是一種文創的產品 困難之處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說你一一的去把那畫圖在上面 要圖盤都是在你自己的頭腦 這個是獨裔的文字 就是四季獨裔 四個 像這個是五方 五方獨裔就是說 年齡有贏 它就是五方人進場 我女生對這個塊木也很喜歡收藏 剛好在車工有一點小吃這邊 然後請柯大師讓他修飾一下 讓他有更好的一個技術收藏價值 他覺得這七線雕怎麼樣看起來如何 不錯 很有傳統手工藝的巧妙之力 十月份坑景中將前往杭州與廈門參展 讓更多人看見台灣的傳統工藝技術 聯合報李雲廷彰化報導 然後再評論一下 當然 原來 總值 我 我有